大肠癌案例 2013年12月份 我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岩石点 我就来听讲座 2015年9月8号 我血便大量出血 就去大医院住院治疗 2015年9月11日 诊断是大肠癌 他给我处理 我根本不要处理 我要回来找岩石点 2015年9月12日 来岩石点申请物资 回去就自己施作 2015年11月19日 我来重症咨询 咨询师教我一些方法 我就回去自己操作 但是操作的不恰当 各方面不到位 我从65公斤瘦到49公斤 我实在很紧张 而且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很紧张 2016年7月25号 第一天来到岩石点 落实岩石点的生活 关于运动 我以走路为主 爬楼梯 是没什么效果 因为我那天出血 而且越爬越瘦 我基金会都建议我爬95公斤 刚开始体力太差 爬得很喘 爬不上去 脚无力 我当时候在爬的时候 过程我就想 如果说有一个毒水 给他咬了 我当时针那里 就不要爬了 我就不晓得多好 但是为了要活命 为了要我的家人 当时我就继续爬 从爬到现在为止两个月 我从刚开始 第一次登95公斤 是用一个小时 26分钟 到现在我是 35分钟就爬到 我现在的体能 我现在的气色 都可以长得非常好 我外表看起来怎么像 都不像是一个大肠癌病患 爬95公斤之前 我是每天都放血 一天都八九次 但我爬95公斤之后 几天而已 就几天就这么有效果 我的排便就顺畅了 但是我就因为 悟吃了三颗小番茄 开始又排便又排血 排血那时候 又连续了好久的阵子 那后来就慢慢调 又好很多 又开始 又那一天又误吃两颗 那个流一流一间 又开始那个大便又不顺畅 所以我们要知道 好安良的东西 还是不要吃 还是要记头 我经过这一段的努力 我的感想就是说 是很辛苦 是很痛苦 是很累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家人 我们要好好的努力 不要放弃 放弃是成功的障碍 要好好的努力 我们相信我们的健康 会慢慢慢慢有恢复的 感谢 谢谢 感谢